大家好 欢迎来到凡人趣日频道 玉米和土豆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 今天我用一个玉米和一个土豆做一道健康饮品 首先把玉米去掉外溢 揪掉玉米须 把土豆去皮清洗干净 早餐省时间就这样做 一粒一粒剥不容易剥 而是特别慢 加牛奶 一瓶就行 不过滤也可以 过滤一下更好 好了 过滤完了 加点水 加水量可多可少 我这个大约加了300毫升 冰糖 抓一把冰糖 一把冰糖大约30克 要少的话再加一点 开小火 慢慢熬 玉米和土豆都含有淀粉 会沉淀下来 所以要不停地火了 防止它糊底 开了 开起来一分钟就好了 好嘞 过滤出来的渣子打入两个鸡蛋 愿意吃甜的再放一勺糖 搅匀就行了 好了 捞一下一粒 一点 等它定型以后再翻 看 现在它没定型 用中火 别太大 太大了它就容易糊 放个 放骨头放个 这样 穿进来 天甜玉米汁好了 天凉的时候 大人孩子喝上一杯 暖暖呵呵的出门 迎接新的一天 若您喜欢 试试做吧 非常简单 给我点个赞吧 欢迎点击凡人趣日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下次见